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慕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你的善良,藏着你的福气 来自绿音下,让我们一起来听 爱出者爱反,心善者福来 善良的人看似都在做着毫不起眼的小小的举动 但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回报于你,祝你顺利行走任时间 请相信,你的善良藏着你的福气 一,你的善良终将美好 曾经看到过一个电视剧 剧中有这么一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 一位中年女性被原来的公司解雇后 去到一家大型公司应聘 正在排队等应聘的时候 一位保洁员阿姨看到地上有一片指甲油 就质问是谁弄的 保洁阿姨怕领早怪罪 慌慌张张地赶紧去用抹布去擦洗 可是却一直擦不掉 当大家一直都避而远之的时候 这名中年女性就向保洁员阿姨要了一瓶花露水 并亲自蹲下来 帮助清洁了起来 当清洁完毕之后 旁边的人说起了风凉话 有人说 感觉那位阿姨应该应聘保洁吧 紧接着又有人附和道 对 应该应聘后勤步 失望的中年女性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哭了起来 可结局却让人出乎意料 原来那名保洁员阿姨 是那个公司的销售总监 而清理支甲油这件事 正是应聘的考题 通过考试的人 只有这位中年女性一个 销售总监之所以 用那样一种方式来面试 是想看到每个人真实的一面 正如那位销售总监所说的 一个销售人员发自内心的真诚 善良和耐心 是无法伪装的 善良是人性中最柔软 但却有最有力量的情怀 与人为善 其实是与己为善 越是善良的人 越是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计较的东西也越少 他的善良也更加容易被人记住 刘备曾教导儿子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身为老百姓的我们 可能做不了什么大善事 但是小事依然能够透露出我们的善良 依然值得被人尊敬 你的善良终将美好 你的善良最终受益的一定是自己 2. 心存善意 是最大的运气 记得有一次我去拉面馆吃拉面 热气腾腾的拉面让人很有食欲 当大家都在低头吃面的时候 门口有一位石荒老人 不断地向店里张望 当店里的客人都走得差不多时 老人战战兢兢地走进店里 端起一碗 已经只剩下拉面汤的碗 咕咚咕咚地喝起来 店员看见了 正准备去驱赶 却被老板拉住了 老板回到厨房 端出来一碗刚做好的拉面 静止走向那位石荒老人 免费让老人吃面 并询问老人石荒的原因 原来老人的老伴和子女 都已经去世 经济困难的自己 时不时到城里石荒 以贴补驾右 善良的老板望着 无寿临寻的老人 就告诉他 如果以后吃不上饭了 就到他这里来吃 善良的人 最能动侧瘾之心 当看到弱者时 给予他们善意和施舍 并给足了尊重 让对方如暮春风 茫茫人海中 有人幸福美满 就有人充满着艰辛与坎坷 一个幸福的人 不是看他拥有多少 而是看他愿意付出 和给予他人多少 能够不计回报的付出善意 在这个世界 当然会回馈给他们 更美好的东西 愿意付出善意 老天爷一定会帮助他 运气也会越来越好 善良是所有品德中 最值得歌颂和发扬的 一经中就讲过 一德 二命 三风水 四基因公 五读书 看似迷信 实则隐藏着 做人的智慧 真正善良的人 会端正自己的品行 常常为他人考虑 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而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正所谓 吉人自有天相 为人善良 往往会收到很多的福报 为自己躲避掉 很多的灾祸 当一个人 怀着善意待人 怀着善意做事时 即便是牺牲掉 一些个人的利益 内心也是十分温暖的 与其烧香拜佛 祈求福祉 不如多行善事 为人善良 就是你最大的福祉 学会包容他人 学会理解他人 学会帮助他人 用小小的善举 拖起大大的世界 做人要做善人 结交朋友 也要和善良的人同行 谈谈当当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 前途无量 路自宽 所有的美好 都会环绕身边 自顾好人有好报 善良之人 红腹随 亲爱的朋友们 往后于尊 愿我们都心存善念 那么好运 便会一直追随我们 一生都会享受幸福 安乐的生活 平安淡然的 度过往后的岁月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不知道您对此 有何看法和主张 欢迎您在评论区内留言 感谢您的聆听